神指一是知道燕林与江雪宁关系的,毕竟当初临选半读的时候,燕林专程找她说过,还被她逮住机会调侃了好一阵,如今竟然直接撇清与宁宁的关系。 她见着这二人的神情,困惑之余更生出几分无来由的愤怒来,很为江雪宁抱不平,上前一步便要发作,燕林,你什么? 长公主殿下,燕林已经够难受了,江雪宁生怕神指一再说出什么让她难堪的话来,盲伸手轻轻地拉住了她,唇角一弯,宽慰似地笑了起来。 盐平王殿下年少随便开个玩笑,不打紧的。 可我要说的不是,不是盐平王啊。 神指一被她一拉就停了下来,刚想要分辨,回转眼来,却在江雪宁那一双看似平静的眼眸里看出了几分恳切的请求。 虽然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可满腹的质问也无法再说出口了。 毕竟人家之间发生了什么她也不知道。 当下便把脸一板,顺着江雪宁方才的话,朝盐平王殉道,以后再胡说八道,看我怎么去皇兄那边告你。 盐平王简直目瞪口呆。 直到神指一拉着江雪宁带众人一道离开,她也没明白自己不过说了一句话,也并不是玩笑,怎么就忽然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可乐阳长公主向来霸道,她还不敢反口。 眼见着人走了,才嘟囔了一声,真是,搞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燕林并不说话,垂了谋便往前走。 与她同行的几人倒没怎么察觉出她的异样来。 虽然都觉得燕林最近沉默的时候似乎有些多,但看起来却比以往更为稳重,隐隐退去了少年的青涩,有一种见之适适的成熟。 所以,都只当她是官吏,将形有所改变,并未多想。 燕平王虽然困惑与她同江雪宁的关系,可当着其他人的面也不好多问,只好垂着头闷着脸,与他们一道去奉陈殿。 谢威这会儿还在偏店里盯着窗檐上那小白猫踩锅的地方,两道长眉微微拧着,仿佛在想什么棘手的事情。 不过众人通传后进来时,以面色如常,手指尖轻绷着一根墨线,她转头一眼就看见了站在燕平王旁边的燕林,只问道,怎么都来了? 众人都不说话。有谁站在后面,踹了燕平王一脚? 燕平王历时没站稳,往前踉跄了几步,一下露在谢威的视线之中,闹了个大红脸,有些腼腆地开了口道,是,是学生前几日听先生讲了策论,回去之后,家父要学生以进学为题作论,学生这两日秉竹悬梁,勉强凑了一篇出来,却不知好坏,想,想请先生长长眼, 再,再拿回家给父亲看。后头众人都怯怯地笑起来,燕平王恼怒,笑什么?今天笑,明天就轮到你们。 燕林也略略地一弯唇,只是笑完了,那种黯然非但没散去,反而近得更深,他本也该同燕平王这般,带着点年少不知事的莽撞,然而如今不能了。 谢威一听就知道,燕平王这是怕写得不好,回家挨骂呢,世姨也笑了一声,倒是宽厚模样,道,燕平王殿下这几个月来,功课都很不错,同龄人中学业,也是首屈一指,便是写得尚有不足之处,想必令尊也不会计较。 不过殿下既然已经亲自来请,谢某也好奇,殿下进来的长进。 只是这凤尘殿乃是长公主殿下进学之所,你们许多人在这儿确实不便,还是转去闻渊阁再看吧。 众人都道,是。 燕平王也立刻面露喜色,连连道,有劳先生。 谢威随手放下了指尖绷着的墨线,直到自己还要在偏殿中略作收拾再走,让众人先去闻渊阁,他随后过来。 众人便嘻嘻闹闹先走了。 只是他们走到门口时候,谢威却唤了一声,我选拙琴的木材,有几块已经不用了,可否请烟柿子留步,帮忙搬一下。 烟林一正,脚步顿时停下,下意识回了一句,愿为先生效劳。 众人回头看了一眼也没多想,跟烟林打了声招呼,便走了。 可留下来的烟林重新走入殿中时,却忽然想,小太监就在殿门外立着。 听说这一次,谢先生酌琴的木材乃是内务府专门帮忙挑的,剩下不用返还内务府让小太监去是最合适的,怎么偏要他帮忙搬。 谢威却不动声色,一指那长桌角落里两块举目道,这两块是不用的,有劳燕柿子了。 烟林便走上前去,不过从那张琴桌旁边经过时,他一眼就认出了摆在上面的那张胶安,正是他送给江雪宁的,心头墨地一疼,连脚步都置了一致。 谢威的目光也落琴桌上,直到,宁,江二姑娘虽有些顽劣调皮,学业也不如何出众,不过在我面前还算乖绝,也算肯忍性读书,方才学了琴才从此地离开。 燕柿子对此,可稍稍放宽心了。 那时他还不知永一侯府江要出事。 所以想到宁宁要入宫半读,心里欢喜,又怕他过不了临选,特意在一日文渊阁日讲结束后悄悄求了谢先生,请谢先生多加照福。 可如今,事态一力将宁宁送入了这修罗场,接下来的日子却未必有能力再庇佑他。 燕柿看到这张琴,只觉得心底难受,可听了谢威这般的话又有些高兴,一时也难分辨舌尖慢开的是甜还是苦,于是低笑道,若能这么轻易,便放宽心,便简单了。 他上前要去搬那两块剧目。 谢威看着少年有些沉默的背影,搭下眼帘,眸底竟有些恍惚的幽暗。 两酒后,开口时却是寻常模样,今日早朝没见令尊,听人说是病了,不要紧吧。 燕柿再一次觉出了那种古怪,但依旧回到,前些天下了雨,父亲又贪杯喝了不少,往年在战场上留下的旧伤复发,伤口有些疼,所以没上朝罢了,倒是没有大碍。 谢威便点了点头,道,世子心里有事。 燕林心头威灵,却一时摸不准她是什么意思。 谢威却是拾起一旁的琴囊,将将雪宁丢在这里的那张胶安套上,与她那张峨眉一道,挂在了偏殿的东墙。 她背对着,燕林看不见她神情,只能听见她平静之下,微微流淌着波澜的声音,诗者,传道授业解惑。 谢威少时学琴笨拙,信赖名师悉心教会,至今不敢望先生所会,水滴石川,聚沙城塔,二十三载放有小城。 燕世子性极聪颖,固然一点极透,不过圣人都不免有祸,世子有祸也在所难免。 若信得过,往后也如严平王殿下一般来找我便是。 燕林瞳孔微缩,宁眸望着她。 谢威转过身来,却只淡淡朝她一笑,道,走吧,他们该等久了。 星号,别过燕林等人,江雪宁他们就回了养纸斋。 神指一少不得拉了她去屋里坐下来,单独问她,捅燕林是怎么回事。 江雪宁自是一句也说不出。 神指一看她这模样,真是甘着急,颇有几分恨铁不成钢,可终究是半天也撬不出一句话来,便只能道,你现在不想说没关系,等你想说了,一定告诉我。 若燕林欺负了你,本公主必定叫她好看。 江雪宁无奈,只能谢过了她的好意,好说歹说,破费了一番口舌,才把神指一给送走。 偏她走时还闹脾气,在江雪宁屋里坐了一会儿见她这里摆设简单,出了门便教训那些伺候的宫女,道,你们是怎么伺候的? 这屋里暖炕不烧,花瓶不插,锦灯太硬,连点入眼的摆设都没有,哪里像是女儿家的规格。 都给本公主抱上去,统统换上新的。 告诉那帮看人下菜的,下回本宫来见着若还这么寒酸,叫她们吃不了兜着走。 宫女们吓了个战战兢兢。 这话传到管事女官、太监和顶上内务府那边,更是焦头烂额,大呼冤枉。 谁不知道,浙江二姑娘是长公主殿下,钦点入宫伴毒的红人。 亏待谁也不敢亏待了她去啊。 只是她们是来入宫伴毒,又不是入宫享福,太好也真的说不过去,历朝历代也没有把伴毒供起来的先例啊。 长公主这一发话,差点没把她们给愁死。 但到得身时出客,源源不断的新东西便都流水似的从内务府送过来了。 管事太监一张脸,笑得跟抹了蜜似的,只对江雪宁道。 长公主殿下发话给江二姑娘屋里置办置办,奴等也不敢马虎。 一英百设,连着被褥都换上了顶好的,您瞧瞧。 杨纸斋里众人正议论今日遇着燕林的事。 如两人关系尽,且燕林又要行官礼, 那不久后便可谈婚论嫁,关系上也没必要太过遮掩, 调侃一两句更算不上什么。 所有人忌惮着江雪宁三分便是因为 蔡江福与永一侯府的殷亲该是暗中定下来了。 可没想到燕林竟然亲口否认。 这可跟大家一开始知道的不一样。 大多数人从来都是见不得别人好, 更愿意落井下石而非雪中送炭, 更何况是对江雪宁这样扎眼又扎心的。 众人私底下喝茶说话都难免有些风凉。 甚至有些人明摆着露出点幸灾乐祸的机窍。 可根本还没高兴上两个时辰呢, 内务府这头来专给江雪宁一人置办的种种物件, 加上管事太监那八戒讨好的态度, 便又给他们一人脸上甩了个大嘴八字。 稀落的话都还没说完,就全被打得闭了嘴。 一个个心里泛着酸,眼底藏着肚, 眼睁睁看着那一干人等在江雪宁房中忙碌起来。 江雪宁猜,也能猜到这帮人聚起来, 不会说自己什么好话, 可燕林撇清与自己的关系。 永依侯府出事在即,都是他意料中的事情, 上一世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困局, 是以比起上一世初出陷入这般局面时的惶恐西黄, 到多了几分处变不惊的镇定淡然。 上一世没了燕林,他搭上了审戒。 这一世没了燕林,却还有审旨一。 他也不知自己怎么就与皇族交上了这么深的缘分, 可眼下要甩开也难, 便索性坦然地受了这份喜欢,记在心里。 工人们在他房里布置,他坐在一旁看无聊, 那帮工人也不自在,索性从自己屋里出了来, 顺着羊纸摘外面的公道走。 走没两步就能瞧见昆林宫上灿灿的琉璃瓦。 他于是想起了正宝。 有神纸衣是不够的,上层的人看不见底层的龌龊阿扎, 所以下面若有个人是再好不过。 只是不知,上一世就他的是审戒, 这一世就他的是自己, 正宝是否还会做出与上一世一般的选择。 心念转动间,将雪宁的脚步已然停下, 他不好再往前走。 毕竟一个新入宫的半读, 如今又出了慈宁宫那件事, 宫中所有人走路都低着头, 他若到处乱走惹了事, 谁也就不了。 所以,转身便欲返回。 可没想刚转身, 就看见前面昆宁宫的方向上, 一名穿着藏蓝太监服饰的人走了过来, 站起来时身形镜也颇高, 面皮白净, 眉眼秀起, 脸上虽还有些伤痕未消, 可比起昨日跪在那边受罚时, 已好了不少。 江雪宁一眼就认出来了。 但他还未来得及开口, 郑宝已先一步开口道, 郑宝见过江二姑娘, 昨日多谢姑娘出言相救。 他该是年纪不大时就入了宫, 所以声线略带一点细细的柔和, 见着江雪宁时眸光微动, 一双眼像是被春阳照着融了雪的湖泊, 暖衣融融。 江雪宁知道, 这个人是细致的。 上一世, 他也算是神界的左膀右臂, 神界能想到的细节, 他能想到, 神界若有遗漏, 问他也必然知晓, 可却从来不在人前显露自己的本事, 只是默默做事。 如此, 少有人注意到他。 他也是身为皇后, 才知道神界最信任谁, 也是见证过郑宝的选择, 才知道这人柔和的外表下 有怎样一腔烈性热血, 认定一件事便肯为之豁出命去。 神界救他, 是纯粹的善意, 可他救他, 并非如此。 江雪宁不知, 他是专程来找自己, 还是偶然经过遇到了自己, 但也不重要, 宁望他伴上, 直到, 可我出言救你, 目的并不单纯。 正宝一正, 他本事记挂着寿人恩惠, 该来谢恩, 宫中雪中送炭之人实在太少, 以至于昨夜躺在那窄窄硬硬的床上, 他竟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可万万没想眼前姑娘竟这般回答。 是纯粹的善意, 是纯粹的善意, 我们在那窄窄的善意, 可以让她一种善意, 然而是不敌痛的善意, 是纯粹的善意, 在那窄窄之内。 我们在那窄窄, 我们在那窄窄的善意, 感谢观看